元朗站的屋苑高层單位去望企園 最遠盡頭就應該是深藏花那邊 這單位462呎兩房開房式廚房 進來一個長廳 這邊放了一個廳櫃 整間屋的燈光都是暖色系 還有一線櫃 一個一字形的廚房 我就麻煩的 但它多了一塊東西 一張板拉出來可以增加一個桌面 然後就是一個沙發都是白色 它的廳櫃其實做得挺有得色的 然後就是露台位 元朗那邊 這裡看到海景有機會 OK 整個長度OK的 海面就真的很細 睡房 都挺有公主的感覺 這個浴室 有窗的 這個主任服 一個窗 這個元朗市中心境 感覺上不差 還有這裡 遇到一個大衣櫃 B室 538呎 放了一張桌子 沙發 長型的廳 這個就是現代風格的裝修 頭下就是村屋裙 這裡已經看到深圳灣的海景 沒有海洛 多一點 這裡漂亮的 廚房 其實這隻廚房就有L型 桌面我覺得OK 還有它多了一塊空間 這個空間 就可以放多些東西 上面都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總體來說我覺得不差 這邊 這邊 一個小小小的 下廁位 這邊是用燙門 這裡睡房 我不要了這塊 不過它為什麼要擋住它呢 因為後面是一個冷氣機散熱器 又是一張床 又是一個景 其實它是半格窗 這裡 這裡 浴室 轉過來 就一個淋浴區 這間 煮燃火 OK的 它這邊原來是一個衣櫃位 整體來說買這間 最主要都是看著深圳灣那邊 C室447呎 進來 一個場廳 都是一個露台 看出去的深圓朗中針 這邊轉過來 都是L型的廚櫃 櫃面一致人 如果你要做得好一點 其實這裡應該有把桌子 拉出來就增加工作桌面 OK的 上面就有些收納空間 再轉過來就是浴室 用流不浴 還有它有迫暗 設計算不錯 小房你可以看到我了 半格窗就是這個樣子 這裡就是主人房 為什麼要做半格窗 後面有一個冷氣位 對 對 景觀這裡 這裡看到海景 有機會 D單位462呎 進來有少許懸崗位 還有這裡有個鞋櫃位 又再轉進來就是一個長型的鐵 走到尾就是一個露台位 這邊就看回內圓 新元朗中心 轉過來 一個L型的廚房 整整套 桌面OK的 這邊就看回家樓標準 睡房 都是看回新元朗中心 黑癡 挺漂亮的 還有有窗 這邊就有一個浴浴區 這裡就是主人房 好 都漂亮的 然後這邊就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可以做到的 兩房價錢最便宜應該是這些單位 因為景觀就沒什麼 樓形就小一點 K室490呎 入門有個懸崗位 這裡就做了一組鞋櫃 其實鞋櫃都挺漂亮的 兩房價錢最便宜 然後有個桌面 可以擺放手機 這裡就長型的TAC 一個露台 看出去就是元朗 下面就是村屋 遠一點就是元朗那邊 前面很大霧 下雨 這裡 廚房L型的 桌面其實算小 但是它有個優點 它有個櫃 拉出來就是一張桌 拉一下 還沒拉過 那張桌可以增加桌面 這樣就不拉完 其實桌面就不多 那邊就可以放調味料架 這邊就是雪櫃 再轉過來 睡房 這個還有一個屏風 半格TAC 這個就OK的 下面就是冷氣機分 然後這間 特別一點就多了這間 住物間的 再轉過來 浴室 這裡就有個小櫃 主人房 多靚仔 你看元朗 有的 鐵路剛剛入閘 那邊 最遠盡頭 就應該是心臟畫那邊 這邊就有衣櫃 可以做到頂 次這隻單位 簡簡單 用到入場 應該會多難 不知道 到時看看 現在我教廁所說 大家看來點